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帮大家分享的是 上帝是要求必应的上帝 God answer prayer 圣经这么说 你们祈求 做吸你们 寻找 做沉建 寻门 做吸你们开门 因为犯祈求的 做得着 寻找的 做沉建 寻门 做吸他开门 你有没有听错 没有你没有听错 圣经真的这么说 你有祈求 做吸你们 寻找 做沉建 寻门 做吸你开门 圣经另外一段经文说 你们中间有谁有 儿子求饼 反吸他石头呢 求鱼 反吸他蛇呢 求鸡蛋 反吸他蝎子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那好东西比而累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福 起不更好 把好东西 寻求他的人 你想想看 当儿子求饼的时候 父亲会不会拿石头给他呢 求鱼的时候 会不会把蛇给他呢 求鸡蛋 会不会把蝎子给他呢 求鸡蛋 会不会把蝎子给他呢 好说 好不说你的父亲 但是天上的福 绝对不是地上的父亲 地上的父亲会将好的给孩子 天父会将更好的给孩子 以塞瓦书第六十五章 第二十四节说 他们尚未求告我 我做英运 正说话的时候 我做谁听 让福音第十四章说 你们扶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叫父亲子得荣耀 你们若扶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人非有信 族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钱 尋求他的人 圣经有不同的经文都跟我说 上帝对我们的祈祷 是有求必应的 上帝 我们在天上的福 会给你最好的 而不是宜等的 阳福音第十五章 第七节说 你们若扶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扶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言语的 祈求 做给你们成就 上帝是要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我们祈祷他都乐意来到成就 地上的福 给我们的是good的 是好的 比较好的父亲 他就会将这个比较better的 比较好的给我们 但是在天上的福 他会将最好的 the best 给我们 但是我们的祈祷 不是有求必答应 而是我们向上祈祷的时候 神是有求必有回应 他的回应是什么呢 第一 他说好 然后他将你所祈祷的给你 当孩子向爸爸要求的时候 爸爸认为是需要的时候 爸爸立刻帮助他 立刻给他 比如说有时候 我们好上很多基督徒所经历的 当我们开车出去的时候 我们要拍谈 有时候找不到位的时候 我们向上帝祈祷 上帝立刻给我们 有另外一次 我和我们去一个地方叫三峡港 去这个地方 去帮人分享有关神的好消息的时候 我们就去到一个路人员 这个路人员 有一个老婆婆 他的儿子就从另外一个地方 把他送去这个路人员 似乎这个儿子不再理他 他有病 他头很痛 每一晚他睡的时候 他都觉得非常痛 那我们可以和上帝这样说 你可以相信这个上帝 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可以向上帝来祈祷 来到呼求 他必会答应你 他就在那晚 他真的用信心来向上帝祈祷 所以当晚他睡得很好 当翌日我们去探访他 帮他分享的时候 他跟我们很兴奋地说 昨晚一刻上帝听他祈祷 我们不相信神 圣经说 愚惑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 第三是网求 就是在讨过的动机上不顺正 在讨过的内容上不正确 憑肉体的需要和自己的气候去求 那是否有信心祈祷 上帝一定会应运呢 那摩西有没有有信心呢 他祈祷上帝会不会随听呢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真的随听他的祈祷 但是也有上帝不听他祈祷的时候 就是他向上帝要求说 让他入加南 但是神有没有让他入去呢 保罗有没有信心呢 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 他的祈祷甚至是叫死人复活都行 但是当他向上帝祈祷 拿掉他身上的刺的时候 主有没有拿去呢 主没有拿去去 上帝让摩西从尼波山愿意的来观看 因为他不能够进入加南地 他只可以愿意的看这句英诀地 保罗三次向上帝要求 拿去他身上的刺 但是上帝没有拿去 上帝只是跟他说 我的恩典救利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当以尼亚向上帝求死 上帝有没有让 以尼亚死呢 上帝没有听他的祈祷 上帝对他的回应是上帝被他吃得饱 睡得足 然后要他去做上帝要他去做的事 当耶稣会向上帝祈祷的时候 耶稣有没有信心呢 上帝有没有应运呢 很多时候上帝应运 但是也有没有应运的时候 就是当耶稣向上帝祈祷 说是否可以切去这个杯呢 上帝没有答应他 但是上帝让天使加给他力量 上帝不是每次都有求必答应 好似神灯的嘛 如果上帝好似神灯的话 人人都必争先恐后去信他 如果上帝好似神灯的话 我们就是上帝 因为我们左右上帝 其实上帝来到掌管我们 基督徒不应该好似仆人那样 来到使上帝 来到命令上帝 如果人人的祈祷 上帝都答应的话 世界会变成怎样呢 世界会大乱 上帝是这么没智慧 任人摆布的嘛 不是的 如果上帝这样的话 这样的上帝你会不会信呢 我相信没人会信他 上帝不是我们的帮手 他是我们的元帅 上帝不是我们的仆人 上帝是我们的主人 圣经这么说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网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意乐中 祈祷不是一种意图操控神的法术 而是完全顺服神的心意 就好像耶稣那样祈祷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每一次的祈祷 不是表示我们能够改变上帝的旨意 而答到有求必应 祷告不是让神听我的 而是让我听神的 祷告不是改变上帝 祷告是改变自己 从相信自己变为相信上帝 从依靠自己变成仰望上帝 祂说不好 祂会比你更好 祂有时跟我们说要等 早前我们 车还开我们需要去收车的 有些时候 我们收车师傅会跟他说 你要等一两个小时 或者等半天或者一天 最近我去车车的时候 车车师傅跟他说 你要等一个礼拜 因为你的问题比较大 他要拆开去 然后再在里面 去将他整好 才能够将他送回给我 当我们很想有弟弟过的时候 我们就 爸爸和妈妈来到结合 怀人 你想不想我们能不能够说 我因为我喜欢这个儿子 两个月我就将他拿出来呢 或者是 五个月我就将他拿出来呢 如果你将他拿出来的话 他不能够生存 我们说十月坏胎 好的小弟哥 必定要等到十个月 或者是 这个 足够的时间的时候 他才能够开刀 将他带出来 如果不是他不能够生存 所以好的东西 一定要等 第三他说要等 上帝会将最好的比例 上帝答应我们祈祷 我们看到 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应用一个人 其中一个就是以利亚 当以利亚和阿哈说 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 而华以色列神起誓 这几年我若不祈祷 就必不降露 不下雨 上帝真的听过祈祷 做几年的时间 没落水 而之后 当以利亚去投靠一个寡妇的时候 这个寡妇的儿子死开 以利亚向上帝来祈祷 上帝来医治这个弟弟 而华应运以利亚的话 孩子的灵魂进入他的身体 他做狐猎 我们看到上帝听他的祈祷 接着 另外一次 以利亚祈祷他说 耶华求你应运我 应运我 使这闻知道你耶华是神 又知道你叫这闻的心回转 以时耶华降下火来 烧在梵祭木柴石头尘土 又烧干枸类的水 我们看到 上帝在那里 使得这个意念 大大的行这个神迹 使得以色列人都降伏在神的这个神迹之下 上帝是随听祈祷的 上帝会给你最好的 不是给你第二等的 有位年轻人 他在大学毕业之前 几个月前 他就一直渴望一堂跑车 他知道他爸爸很有钱 肯定买得起这个跑车 以时便帮爸爸说 他很想得到这个跑车 父亲也都很爽快的 答应开他 等他跟他说 你毕业之后 你还会得到这个跑车 所以毕业之前 这个年轻人非常地兴奋 期待能够得到这个跑车 终于就是毕业之后 父亲就将他叫到自己的书房 然后帮他说 他有这么出色的儿子 他感觉到非常地自豪 而且他很爱这个儿子 接着 父亲就递给他的儿子 一包精美的礼品盒 这个年轻人觉得很好奇 但是带着一些失望 来带开这个礼品盒 却发言里面是一个精美精装本的圣经 上面以金字来达出这个年轻人的名字 当他看完之后 这个年轻人做怒气冲冲的向父亲大叫说 你这么有钱 你却只给我一本圣经 说完他就丢下这本圣经 他很愤怒的冲出这个房子 很多年之后 这个年轻人已经事业又成 他拥有一个很漂亮的房子 一个温宽的家庭 但是他知道父亲已经年纪已经高 他想他应该要回去看他的爸爸 因为从毕业那天起 他就离家出走 他一直不肯见这个父亲 做在他要起庭之前 去收到一个电邮 这个电邮跟他说 他的父亲已经离世 并且立下这个围组 将所有的财产都转给这个儿子 这个儿子就立刻回家来处理后事 之后这个儿子做在他父亲的房子里面 他心中感到一种的悲伤和懊悔 因为他这段时间 没有好好地帮他爸爸有任何关系 他开始仔细地来看看爸爸留下什么 爸爸重要的文件 忽然间他发现到那本圣经 他含着来打开圣经 并一页一页的阅读 忽然间他看到在这个圣经的背后 他掉下来一把锁匙 锁匙有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写着 他的名字 和这个汽车 这个汽车的这个经销商的名字 标签还有他不入的日期 和说这个付款已经还清 我们很多时候和上帝的祝福擦肩而过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好像没有按照 我们想象我们所想的那样东西给我们 其实现在你所拥有的 正是你曾经渴望得到的 所以地上的父亲都会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子 更何况在天上的父亲 所以这个有求必然的上帝 是他说好 然后他给你所求的 他说No 不行 他会给你更好的 或者他真是认为不好的 他不给你 第三他说 最后给你最好的 凡你们祈祷的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 神是信实的 他答应开我们的 他到时候他一定给我们 他是讲话算数的上帝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因为你爱我们 你答应我们的 你一定会为我们成就 你不会将次好的给我们 你会将最好的给我们 所以恳求主你 当我们 还未得到你所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没有灰心 让我们期待 因为你会将最好的给我们 让我们以这样的信心 来到信靠你 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父 你爱我们 爱到底 你爱我们 甚至你愿意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 我们多谢你 我们祈祷奉奉耶稣的名 阿们 下个礼拜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